Hello 好 延續前一則 是AI40選擇物件練習 一樣就是 提布正老師的教學影片參考 這兩個重點 這範例是第三個 比如說 剛才是 這兩個 那現在是這一個 想像一下有幾個 首先想像一下有六個 一樣的 以它為基準點 先判別一下 怎麼樣去構圖 那 以它為基準點 然後這樣 順時針的話 就是負的 好 操作一下 比如說呢 等一下圓 好 拉個大個 搭配是不見 好 OK之後呢 再可以這樣 跟它一樣在旁邊 所以呢 好 等一下小黑 搭配LT就好 好 附置在旁邊 交集 好 點它一下 好 這樣轉 好 記得點它 小黑點的這邊 就是這個 圓圈的是旋轉用的 以它旁邊這個 為基準點 目前是中心點 沒有秒點 後面拉大看一下 好 該怎麼做 記得點一下旋轉 點它一下 好 先點一下 空局向旋轉 接著再點一下 中心的這個地方 黑LT 點它一下 好 以它為一個 可旋轉的基準點 然後繞著它 好 那旋轉的一個角度 比較容易出吹 因為是順時針 順時負的 好 先60 好 目前要想像它有6顆的樣子 好 好 預示看一下 好 今天這樣 OK 之後呢 好 進行一個拷貝 好 今天這樣畫面 最後是Ctrl D 然後繞著它 那不小心繞得太多的話 該怎麼辦 好 然後再點它 小黑再點它 OK 好 畫面拉大小小看一下 今天這樣畫面 然後小黑點它一下 先去範圍 然後再連擠 好 然後呢 再打配修件 拉大小小的可以 好 假設拉大小小 打配修件 OK 好 以上 大家不喜歡B 那指著是 不的 就是順時針 看一下 旋轉無間練習 現在試試 OK 那指著三個範例都已經完成了 好 看一下 1 2 3 記得15操作 1 3 1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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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